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今天的线上美术老师Ivy 我们呢,KEC的ColorPillar会在每个月 轮流用华文、英文的方式 替你们的孩子做线上的美术教学 那本月呢,我们的美术教学的内容呢 是要教大家如何来美化你们的口罩 相信很多人手上都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口罩,对吗? 它是非常的精致,也非常的漂亮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因为它是白色的 所以它很容易变脏 当你变脏,而且没有办法洗干净的时候 那该怎么办呢? 没问题,今天Teacher Ivy有一个好方法 来教大家如何美化自己的口罩 在活动开始前呢 老师来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会使用到的工具 我们第一个会使用的工具呢 是你需要准备一支水彩笔 一支铅笔 一桶干净的水 还有压颗的颜料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颜色 每一个颜色只需要20分前的量就够啰 最重要的是今天的主角 白色的口罩 完成之后我们就要开始来上颜色了 首先使用你的水彩笔沾一些水 选择你喜欢的颜色 选择你喜欢的颜色 我们在鼻子的上半部 先涂上随机的颜色 你可以混颜色 混出你喜欢的感觉 你可以不断地换你自己喜欢的颜色 我们画在这个狮子的脸的轮廓范围里面 记得你可以避开眼睛的地方 感谢观看 那在这个耳朵的部分呢 你可以轻轻的往上画 往上滑 画一个斜斜的尖尖的角 当然你也可以混颜色 我们要让在这个口罩的每一个角落都布满着颜色 你可以随机的去叠成它的颜色的色调 接着这个脸的部分完成了之后 接着外面的这地方就是狮子的棕毛 狮子的棕毛呢 我们会使用往斜方拉长的这个技巧 来做它的棕毛的呈现 你也来试试看吧 我们也可以适时的换一下颜色 看起来它画的是什么感觉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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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我们设置的口罩已经完成了一半 你可以使用吹风筒 或者是先带它晾干 我们再做另外一边 接着我们来完成另外一面的口罩 我们先将狮子的脸的形状 先把颜色完成 一样你可以选择各种不同的颜色 用沉叠的方式 叠化在上面 你可以不用跟另外一面做同样的颜色 也是可以的 你可以试着拉开到另外一面 看颜色是否有完成 还是有遗漏的部分 就是这样的颜色 然后再装装 好 记得这边是有一个嘴巴的弧度的 一个嘴形 四肢嘴形的弧度 记得把那个弧度给留出来 好 接着我们呢 要来画这一个狮子的耳朵 耳朵的部分你可以选择任何你喜欢的颜色 好 往上拉 使用画笔往上提 可以做一些许的叠色 接着外面的部分就是狮子的棕毛啦 那记得因为这边有一个logo 它的材质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画这个区块的时候 我们的颜料要沾一些许的水 让它可以晕开 不会去盖住这个logo 好 我们现在来画狮子的棕毛 好 我们加了少许的水 所以呢 这个颜料会晕染在这个口罩上 并不会画到这一个logo 记得我们的棕毛 记得我们的棕毛要往斜后方拉 往后滑 往后拉 好 我们现在让它们开始换类 好 我们现在看了 好 我们就悖了 好 我们就这边 别像这个棕毛 就这边了 然后我再带我和你 然后我再带我 好 我们就好 好 我们手朵的棕毛 你只要沾得够的水 你就不用担心这个logo会被盖住 记得要沾一些少许的水 如果你是不小心把这个logo盖住的话 那也没有关系 你只要抽取一张狮子巾 我们使用狮子巾用按压的方式 把这个logo给整理干净就可以了 好的,我们一样使用吹风筒或是晾干的方式 等这一面一样晾干 等你的口罩干了之后呢 我们将它摊开来 现在我们使用深色的颜色 来画这个狮子的鼻子 因为口罩是不做的 如果你没有办法完整的可以摊开来画的话 你可以尽量边画 边把这个口罩给摊开 用点画的方式 来完成它的作品 好,这里有一个爱心的形状 好的,我们也可以利用深色 像是黑色 深蓝色都是可以的 好,来画出这个边框 它的勾线 四十字的嘴巴 可以画一个微笑线 就是这样事情 简直到这个左右 就是这样的有一个流程 它有一个流程 它有一个流程 可以创作的 如果这个温暖 也不会砌 它就会有点 有些流程 就会画出一个没内容 就是这个热能 我相对 它很多怪物 才能当面 那个温暖 因为 现在 我们会画出一点 räum 还不能 把鼻子的线条也勾线出来 老师这边使用的是黑色加些许的蓝色 一样用一些勾线的部分在眼睛下方把弧线给做一些加强 接着是我们眼睛的部分 首先我们先将这个眼睛的形状勾纳出来 眼睛外围的圆圈 先把线条给画出来 眼尾稍微向上拉提 接着我们换另外一边 先勾勒出圆形的圈框 您的心里 如果你想要加一个眉毛的部分也是可以的 完成了之后呢 别忘了 狮子是有胡子的对吗 我们可以加上胡子的线条 大概在这个鼻子的旁侧两边 画上个横线 大概两三道就可以了 大致上我们的勾线已经到这边 现在我们要填上眼睛里面的颜色 你可以使用水蓝色 大胆地在眼睛里面涂上颜色 你也可以使它两个眼睛的颜色是不同的 你想要无同的你就涂上不同的颜色 完成了之后我们使用黑色的 在眼睛里面涂上眼珠子 是一个小的圆形 另外一边 完成了之后呢 请你们沾上白色的颜色 请你们沾上白色的颜色 我们在眼睛里面 画一道弯弯的白线 还有另外一边 你也可以在这个胡子的部分 加一些白色的触须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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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下方的白线 我们要为了让她的眼神看起来更深邃 我们会画一个白色的线 在这个眼睛的下方 当然你也可以再加一些深色的线条 让这个鼻影可以再更明显一点 你的鼻影 这样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那别忘了我们可以晾干或者是吹干 好的 小朋友们 你们是否已经完成了你们的口罩呢 当吹干了之后 压克力原料它的一个材料 它是防水的 所以呢 你也是可以用水洗的方式来洗你的口罩 但是它就不会再这么容易变脏了 对吗 那我们也是留着这个新加坡的logo的这个记号 那我们戴上口罩来看看大家的艺术品吧 是不是特别特别 有酷呢 当然 这是你独一无二的作品哦 和我们分享你的作品 口罩有多么的特别吧 口罩有多么的特别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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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